大声举牌抗议 表达心中不满 就是因为好不容易才在3月20号 补着去年第二第三季财报 躲过下市命运的中福 如今却再起波澜 财报非常有问题 而且他的会计师在前几天的时候 还跑掉了 那表示你的财报就是有鬼吗 小股东痛批中福董事会 不只在3月底出具有问题的财报 导致公司再度被停止交易 个人股东匪夷所失的是 董事长陈建花了几百万委任的 得偿会计事务所 竟然只做了3个月就落跑 眼看金管会下令的重编财报 期限将至让他们忍无可忍 只希望你们能够对未来的营运 好好的运作 麻烦你们 因为我的同学我的朋友都有买股票 我已经被他们罵犯了 你们的营收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不到 你们一直在贬低钱团队 怎样怎样怎样 你们有专心在经营吗 股东会中炮声隆隆 不只怒轰董事长陈建 频频将绩效不佳 财报编链问题推给前朝 甚至质疑他根本就是想让公司被下市 借此瓜分土地资产 今天你不能保证是不是能下市 那我们就是写本无归 在股票停止交易之前 还有人在大量收购 这是不是就是内线交易 中府股价更从历史高点70元 打回原形 如今又在面临下市危机 股票孔沦为壁纸 这场恶动中最怕的 还是牺牲小股民的权益 30元虚光和刘凤慈台北报导